我收過一位得高望重的大牢 我大吃驚 他傳給我說 洗完澡了嗎 有香香的嗎 我想他該怎麼辦 我要不要讓他知道 你就不理他 我就當作我們這件事 他還回說 怎麼又不理我了 沒有 他自己打電話給我 你妹 不要跟人家說喔 不是 你剛剛選什麼 每日確認清楚就拿錯東西 拿錯東西這件事情 就會影響到非常多的人 比方說因為我們之前拍戲 然後就有一個助理 他就是不知道一天到晚 他在忙什麼 他就是很急很急 就是一天到晚衝來衝去 然後有時候衝來衝去的時候 可能就撞到那個地板的線 或什麼跌倒 然後就可能害機器突然斷電 或什麼有的沒有的 結果沒想到有一次 有一場戲 他就在那邊很急很急很慌張 然後出門前又是說 我拿好了 準備好了什麼樣的 結果到現場 然後所有的人就在那裡等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拿錯東西 可能會比不小心講錯話 對 還要更嚴 因為影響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你選A還是選B不正常 我接人最容易出什麼包 A 沒確認清楚拿錯東西 B 沒搞清楚狀況講錯話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覺得答案是B 但是我媽就常常做這種事情 就讓我很無奈 因為他常常把要對我說的事情 對我姐講 然後後面再來怪我說 我都沒聽他講話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媽 拜託你講話 先經過大腦思考一下 想清楚再來講好不好 不要每次都錯怪我 我真的是很可憐 無辜耶 有一次就有一個 我們都會有總教練之後 會有牛棚投手 他在外野的地方是比較遠的 所以需要一位傳令兵 那一位傳令兵那一天也特別緊張 就先 總教練可能說要換A投手 那他就聽錯了聽成B投手 他一路衝到外野去 去找外野的投手教練跟他說 等一下換B投手 結果他是跟總教練的意思 是不一樣的 最後總教練喊暫停上去之後 他就換了 換錯了投手 就這樣子那個傳令兵就挨罵了 對 他就是急性直 他沒有再確認一下這樣子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4%的KOL投給A 沒確認清楚拿錯東西 而有76%的KOL投票給了B 沒搞清楚狀況說錯話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所以選A的人不正常請噴 哪一種心急也沒有用的情況 最讓人崩潰 你心急也沒有用 他就不會有什麼的改變了 A 睡不著 B 瘦不下來 好 急著想睡根本就睡不著 急著想睡根本瘦不了 A或B 請舉牌 好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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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艾莉絲選瘦不下來 因為我之前前陣子要去考那個 加拿大BMC的那個超模證照 你知道就是超模它是 你的身高除以體重的3.5 身高除以體重的 就身高除以3.5才是你的標準體重 才能過關 這個好複雜 我那個時候 比如說1百 1百七 讓我1百七 我必須說要47公斤才可以 我那時候就差0.5 我那天瘋狂跳潘若迪老師的舞 你知道都已經跳到 我都快喘不過起來 上體重機也是一樣 你知道我都快 就是我覺得當下我真的快疯 因為我隔天就要考試 我正上體重機如果不是這個體重 我就不會過 好險我後來過了 因為你換跳劍子舞嘛 對不對 就是 潘若迪的不行 改換劉更鴻 沒有 我後 尿不準還怪馬桶歪 我後來還是有就是 放鬆 泡熱水 消水腫 我覺得消 所以心急是沒用的 還不如讓自己放鬆 對 我後來睡一覺就好了 瘦下來這件事情 你真的就是要克制自己 其實是有機會瘦下來 所以那個東西是 你覺得你還可以控制 但是睡不著這件事情 是非常可怕的 像我們那種小朋友 可能快兩歲 就是很 你就是很累 你就要整天跟在他旁邊 然後大家有一種 媽媽應該很好睡 沒有 就是應該沒有 因為媽媽 當你真的要睡下去的時候 她會突然 哭 然後你就是 你就會在那個 潛眠的狀態 你就會一直叫 驚醒 驚醒 然後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 可能你又有工作的壓力 你又有家庭的壓力 那時候根本就是 你的腦子就是沒辦法放鬆 所以其實那睡不著的狀態 是更可能的 太多人忽略這種睡眠的東西 你看我到現在 我60歲的人 我還可以睡著八個小時 我平行睡眠一定只有 但你沒有 驗尿的問題嗎 我驗尿不會 我早上 今天早上起來都是 漏尿 你要把驗尿的事情 他跟 又要講 張維忠跟小忠 這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睡那麼久幹嘛 反正你就快要 長眠 你誰要不要長眠 能不能好好講話 對 睡眠是很重要 真的 我跟你講 如果你要 避免夜尿 你就是晚上八點以後 絕對不要喝水了 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精神不集中 睡眠不好 你全部都免談 你看到我每天早上發 我每天早上告他 我七八點鐘 我在公園裡面 我在公園 對我來講 反正睡不著是 是最讓人崩潰的 精神不集中 你今天一整天工作 你講的話可能都不對了 是 對不對 對 睡眠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尤其像我的個性 是想很多的人 然後玉琳哥自己知道嗎 我真的超佩服那種 就是有一種人失戀可以睡覺 我完全不懂 我就覺得 我會覺得這種人 沒心沒肝沒肺 你知道嗎 我是哭著睡著 我失戀 我就沒有辦法 我失戀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睡覺 我也沒有辦法吃飯 我覺得 胖瘦我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睡覺是那種 你越努力 越睡不著 你就是要放鬆 然後加上我覺得 我同意如之講的 我們身為媽媽 我告訴你 小孩子喔 真的超怪 共振 小孩子跟你共振 孩子有時候發燒感冒 為什麼那個媽媽 就抱在身上不放 我告訴你 把病氣過到自己身上 第二天是媽媽發燒 還是退燒了 孩子說好了 對 而且還有就很奇妙的地方是 小孩子在遠處 我明明就超遠 然後你就說他哭了 可是問題是 好像就說怎麼可能 你真的衝過去感覺 他就哭了 而且我告訴你 他如果發燒37度8 沒有到38度 你就是會感覺說 他微微燒 你都不用溫度計 真的 一摸就得他發燒 小孩在新天上課 媽媽在縫衣服 然後 你吃到自己的手 小孩發燒了 對 你嚇到了 你發脹了 你這個 沒有但我講睡不好 是所有媽媽的煩惱 而且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到一個年紀 荷爾蒙會影響 這兩年 我有去做很多抽血 就發覺 女性的荷爾蒙往下走 我就真的睡不好 尤其是金錢 然後你月經也量變少了 後來我就請教很多 就是家庭主婦 跟那些媽媽朋友們 他們其實很 不建議我們吃藥 我們就是要照顧小孩 如果你吃了藥 你昏睡了 那小孩醒了 你也沒醒 而且吃藥長期 會讓我們剛剛說的 記憶力也會減退 有一種天然的營養補充品 它是會讓你 精神變好睡得很沉穩 又可以讓你美容的 這種東西 有 快棒 在哪裡 快帶來了 拿出來 來 厲害在哪裡 大家叫我拿出來 我現在就拿出來 這個 GABA夜膠原 好不好 你看 你先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顏色好漂亮 粉紅色 少女型 GABA其實這個成分 現在是天然的 然後有公認 就是可以 就是幫助入睡 加上它有高濃度的一個色胺酸 這兩個成分都是很天然 它可以讓你啟動你的睡眠模式 其實大家都有說 美容教 美容教 一定要睡得好 是你要睡得好 那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會注意到這個牌子 這牌子其實還有什麼 像膠原影這樣的東西 這牌子就是一個 韓劇不老女神 孫逸臻 她那個都喝的那個 它也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連韓劇女神孫逸臻 都很愛的 然後還有百大醫師的分享 所以我吃起來也很安心 這裡面有 韓國專利的雙生膠原之外 還有最厲害的是有 專利保養型的高濃度 GABA成分 所以你吃的時候 就會讓你慢慢的 自然的會有想入睡的感覺 不管男生 女生都一樣 你不只是要睡得很長 有時候你睡十個小時 起來也是不飽 就是你還要睡得很深層 深層 對 對不對 它的這個成分 就是會幫助你很深層 它一顆裡面 它這個GABA是什麼呢 就是像以前我們古代爺爺奶奶 吃的那個糙米飯 對 那時候以前的人說是沒有錢 才吃糙米 對 結果後來有了白米 才知道說 其實糙米營養成分比較高 比較高 有一個問題是 糙米比較不好煮軟 然後要泡很久 也比較不好消化 而且要吃好久 對 它兩顆裡面就等於有 超米飯的加把量 那等於是所有38碗的米 濃縮在這兩顆裡面 對 因為你不可能吃那麼多米 這個不要說是38碗了 厲害 正常我們要吃38碗超米飯 那會吃到吐吧 你三碗都會吃到吐啊 吃不完了吧 像我自己因為比較神經質 想比較多 你可以在晚飯後就開始吃 讓你慢慢的 你的思慮就會慢慢的沉澱下來 慢慢準備入睡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睡前 也會很喜歡跟 比如說另一半 或是小孩子發脾氣 因為你個性急了 想要催小孩趕快睡覺 家室做不完 你在你睡前吃 你人比較放鬆比較沉浸 然後你慢慢自然的入睡 睡得好之後 第二天起來 就會漂亮 心情好 對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 膠原蛋白 然後跟那個塞洛鎂 玄米的塞洛鎂 所以其實它就是同樣 還有保養的功能 所以我很推薦給大家 邊睡覺邊保養 這個Gaba 你看好香喔 你看 而且 怪不得 你看看你們皮膚 完全澎澎亮亮的 對啊 應該是有這個 膠潤感 因為膠原可以讓你比較膠潤 然後你就不會下垂 吃這個粉紅色的一天兩地 你就可以補充到Gaba跟膠原這些 讓你變美麗 又睡得好 精神好 這樣子又會幸福又快樂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YouTuber裡面 他們認為是A還是B不正常 哪種心急也沒用的狀況 最讓人崩潰 A 睡不著 B 瘦不下來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睡不著跟瘦不下來 那當然是睡不著啊 睡不著 你如果說白天有通告 然後時間已經大概剩三四個小時 還睡不著的話 又在床上又翻來覆去 那不是更累嗎 然後早上的妝有不服貼 然後脾氣又會很差 所以我覺得睡不著是一個 最讓人家 你就很急也沒有用 我很想睡 但我睡不著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睡不著是最你知道 讓人家覺得最討厭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A 因為我常常隔天晚上拍攝的時候 請說今天晚上我們家早一點睡 但是回到家 還沒想到 來來來去 對 晚上我沒睡 結果隔天 我還超級差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8%的KOL投給B 瘦不下來 而有高達92%的KOL 投票給了A 睡不著 希望各位觀眾收看完節目後 都能夠獲得改善 睡眠品質的方法喔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選B 瘦不下來的是不正常的 請噴 睡不著比較嚴重 睡不著 不會啦 你帶回去吃 你就會睡得著 然後又可以美容 各位 尤其我們 這個是要跟性質疾的人講的 OK 我們一個很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性質疾的人 就一直急著 要做點什麼 做點什麼 對不對 可是我舉個例子 有一次我跟郝廣才 跟賴方玉律師 我們約好了 我們要去南部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就在車上 已經跟郝廣才 已經坐在我們的高鐵的位置了 然後旁邊這還有多一個位置 是給賴方玉律師的 高鐵都是滿準時開的 比如說8點10分的 OK 8點7分的 還沒有看到賴律師 所以我這時候就想說 不行不行 我要來打個電話 結果郝廣才就把我按住了 他說 遇到緊急的事情的時候 你不要先想你要做什麼 你要先想你不能做什麼 這三分鐘他一定很急 如果為了接你這個電話 一個亮嗆 喔 耽誤了 或者他可能就會 他那一分鐘就上不了車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果然在8點9分的時候 出現了 就這樣上來了 然後8點10分 他才剛坐下 車子就開了 OK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有感觸說 我們個性急的人 都是急得要幹嘛幹嘛 可能我們要考慮一下 下次再遇到很緊急的事情 然後先想這時候不能做什麼事情 對 會讓事情很糟 不能做什麼事情 沒錯 這是我們這種個性急的人 好不好 金城武的名言 金城武 世界越快 我越管 心則慢 這只是廣告 不是他的名言吧 謝謝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